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又打算跟大家講一本 中國古代的奇書 我們之前講了兩本 哪兩本 《推背圖》 和《劉伯溫的燒餅歌》 沒錯 今天講這本 應該是最古老的一本 就是 《山海經》 沒錯 《山海經》 我們之前的片段都提過 無論是上次我們講到四川所找到的 三星堆裡面的神樹 其實都是《山海經》裡面有描繪的 《山海經》可以說是 在我們中國歷史上 現存最多古代神話的一本合緝 那是誰寫的呢 對了 相傳它成書的時間 大概距離現在四千年前 它裡面就說是夏宇和百憶寫的 百憶是誰呢 可能大家比較陌生 其實百憶就是當年有份 幫夏宇一起治水的一個功臣 後來就設了一句聖 那個聖現在都沒有了 不過一說的聖你就想起 是 設了它姓 營 營正 是的 所以它也相傳 就是這個戰國時期 就是這個秦國的先祖來的 但是根據整本書的鋪排來講 大家現在看起來 都沒有可能是一兩個人所組成 應該是很多人的合緝 而寫成的這本書 但是四千年前它沒有紙沒有筆 那它是怎樣寫出來的呢 可能是一些人流傳下來有後人記載 但是它有很多圖畫的 那些圖畫就是很多人 後來人們按照文字描述再繪畫出來的 所以這本書一共分開了十八卷 說明是山海經 就有山經和海經 這裡裡面所描繪的範圍 主要是以我們的地域作為一個根據 它並不是以時間順序 或者事件發生先後而作例 是一個分類的 它說地域有多大呢 它的山主要是我們中國所形成的 它就分開了東南西北中 十五個篇章 南山經所說的範圍 就是最東邊 就是由浙江的舟山群島開始 西邊就去到湖南的西部 然後南邊最遠就去到廣東的南海 整個南山經的範圍 大概等於現在我們中國裡面的五個省 另外西山經就說在山西陝西一帶的黃河 這個去到巡嶺山脈 北面就去到寧夏 而西面更加可以去到新疆的阿爾金山 另外北山經就包括了內蒙一帶 東山經就說在山東、蘇州和安徽這些地方 但是它就是寫描述的山 描述的地方當中出現過的一些 我們今天要說的神獸 你看到它所描繪的這些地方 和它當時生活的時代 你會覺得有什麼奇怪的地方 為何它會知道這麼多不同的地方 沒錯 因為其實在我們正史裡面來說 去到雙朝的滅亡之際 即西周開始封建 其實主要生活的地方 都只不過在黃河中下游 甚至長江下游 根本上沒有可能去到我們廣東這麼遠 以前叫南蛮之地 但是這本山海經 早在下雨時期就已經有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謎 不過更神奇的地方 就是裡面所描繪的很多神獸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說當中的十大神獸 在山海經裡面描繪了很多神獸 古怪生物一共有270多種 而當中可以稱得上神獸的 我們分了有10隻 排名第10的就是一隻叫北方的神獸 這隻北方是有來頭的 它是皇帝戰鬥當中的輔助神獸 在山海經的西山經裡面 就說到這隻神獸 說這隻神獸是一隻鳥 但是它只有一隻腳 它的樣子好像現在的什麼生物 像一隻蛤 而它的嘴是白色的 最奇特的是什麼呢 它的食物 它不吃那些五谷雜糧 它吃火焰 哦 所以它是神獸 對了 相傳這個皇帝在這個泰山聚集鬼神的時候 坐著這個交龍所拉的戰車 而這隻北方就在這個戰車旁邊 就輔助它 所以這隻北方又是火的象徵 到第九位大家一定聽過了 就是九尾湖 哦 在封神榜裡面有 對了 相傳就說這個九尾湖 就化成為女人的形態 就迷惑這個咒王 好像它是女窩派下來 要它消滅這個雙咒王 所以它就用了這個美人計的方法 令到它每天都酒慾臨 酒慈欲臨 哈哈哈哈 令到它每天都酒慾 不是我 酒慈 酒慾 酒慾和尚 是啊 對了 最後會幫九尾湖 提升這個修行 可以有機會升為神 但是當九尾湖成功迷惑這個咒王之後 這個女窩就食言了 所以這個就成為了九尾湖 即是歷史傳落來對它的罵名 在這個山海經裡面說 這些九尾湖的叫聲是什麼呢 它叫聲就是 嬰兒的叫聲 而且它是會吃人的 但是同時它也會被人吃的 只要人吃了九尾湖之後 就可以辟邪 而且不被這些妖氣所迷惑 即是那隻東西本身是迷惑人 但是吃了它就不會被人迷惑 嗯 那第八名呢 就是這個韜鐵 相信很多人看到它的字都不懂得怎麼讀 很複雜 是的 那之前有出電影 應該是16年左右 叫長城 都有拍到這隻神獸 那這個韜鐵究竟是什麼神獸 它是一隻很貪吃的神獸 它是可以吃完世間所有的萬物 包括當它肚餓的時候 吃完什麼呢 吃完自己的頭 它是一個很兇猛的神獸 當然它只是排在第八位而已 那去到第七名呢 這隻神獸叫熊奇 它其實就好像一隻牛那樣的形態 不過呢 其實它是吃人的 而且呢 它叫起來就像一隻狗 那傳說當中呢 它是有龍的血脈的 而且它也是一隻非常暴淚的神獸 這隻熊奇吃人的時候呢 是非常講究的 它一定是要從頭開始吃起的 所以古代來說呢 都有一些人呢 都會將一些聰明而狡猾的人 去比喻做窮奇 過年呢 之前說放炮了要趕走的那些年獸 是不是就是在山海經裡面呢 是的 其實呢 這隻呢 都是山海經裡面所描繪的怪物 不過呢 它還沒有去到神獸的級別 那隻東西呢 其實在山海經裡面呢 就叫做山蕭 那樣子是像什麼呢 像一隻黑黑黑黑的猴子 平時就是躲在山林裡面 那都是貪心的 想出來搶人的東西吃 那所以呢 我們就是以前的過年 一隻炮掌就嚇走這一隻年獸 其實就是這個山海經裡面所記載的 這一隻黑色的猴子 而第六名呢 這個名字就叫帝剛 那帝剛是一隻什麼呢 也都是一隻鳥狀的東西來的 其實呢 在山海經裡面的很多神獸呢 像鳥的是最多的 也都有很多是跟蛇有關的 但是蛇很噁心啊 所以鋁窩下身都是蛇來的 是的 那所以呢 這隻帝剛是怎樣的樣子呢 山海經裡面說呢 它的顏色呢 就是赤如丹火 火紅色 繼而呢 它是有六足四翼 而且呢 它是沒有眼耳口鼻的 不過呢 它又懂唱歌跳舞 那它在哪裡唱呢 心靈感應的 那所以這個呢 也是我們中國古代的其中一隻神鳥 所以它特技就是唱歌跳舞 而且呢 其實它的樣子呢 好像太陽一樣 火紅色 所以其實那時候呢 都認為它是一個吉祥的象徵來出現 那第五名呢 就是大家都認識的了 鳳王 鳳王大家都知道 是百鳥之王 那在莊子裡面呢 就說到它呢 就是都相當簡習的 它是非吳童不棲 非觸實不實 非禮傳不飲 即這些神鳥都相當艷尖的 那 而且它也是我們中國傳統認為 這個吉祥的象徵 所以在山海經裡面呢 都有記載鳳王的 公的就叫鳳 那的就叫和 沒錯 那而第四名呢 獨愧 這隻呢 也是一隻好像牛一樣的怪獸 但是呢 它只有一隻腳而已 性情非常之兇猛 做了很多壞事 這隻怪獸 那為什麼它可以做神獸呢 因為呢 當時這個牽原皇帝呢 派九天元女去擊殺這隻神獸 然後捉了它之後呢 拿它的皮來做這個戰鼓 最後呢 這個戰鼓呢 在皇帝決戰這個痴猶的時候呢 就是古武士氣 非常之大作用 所以神獸就這樣犧牲了 而第三名呢 就叫做白澤 白澤聽過名的那隻 白色的 它是一隻好的神獸來的 相傳是一隻可以令人逢空化擊的神獸 所以很多百姓家裡都會放這個白澤圖 那去到第二名和第一名呢 當然 和中國古代傳統的思想都相當吻合 有什麼是代表天子的 龍 沒錯 第二名和第一名都是龍 不過不一樣的品種 第二名的神獸呢 叫做應龍 相傳呢 它最早就出現在皇帝的時期 而這個應龍呢 可以說和我們中國傳統的龍呢 是相當之不一樣的 因為呢 它是有雙翼的 就是會飛的 是會飛的 龍一向都會飛的 中國的龍 不過呢 它是有翼的 中國傳統畫出來的龍呢 是沒有翼的 但是它都會飛的 腳踩著長雲的 而這隻龍呢 就是立過很多功的 就是剛才那時候說的 皇帝擊敗癡友的時候 應龍呢 是有幫忙斬殺這個癡友 去到大雨治水的時候 這個應龍呢 也都神龍擺尾 是幫忙疏到這個洪水 那所以呢 這個應龍在這個山海經裡面 都是一隻相當好的神獸 那最後一名呢 這個呢 就厲害了 都是龍 不過它叫竹龍 竹龍有多厲害呢 它相傳其實是盆古的圓形 那盆古應該都知道 盆古開天 開天匹地 那盆古是一個人的形象 這個竹龍就不是一個人的形象 但是兩者有一個相似的地方 就是盆古相傳是一個喜為情 露為陰 就是天氣會隨著的心態而改 而這個竹龍呢 在山海經裡面寫 就說它 其冥乃灰 其是乃名 即是說呢 它抹大眼 一切大地光明 它閉上眼 一切都是黑暗 那它就是 睡覺和清醒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日頭和黑夜 又並不是這樣 山海經裡面說它 是寫個不食不寢不食 即是它不會睡覺 那會不會全日24小時都是白天 不知道 相傳它就是控制著天地光明的力量 所以非常之強大 而且呢 它的形象跟這個鋁窩相當相似 它是人面蛇身 去到今天呢 其實這個山海經 對於我們的生活 當中還有很多字眼 我們日常都會用到 華為呢 有很多我們山海經裡面的字眼 在它的產品當中 無論是那些晶片 還是那些伺服器 還是它的一些專利 譬如什麼名字呢 譬如軒圓 泰山 這些就成為了它伺服器的名字 韜鐵 青鳥 黃馬 這些就變成了它們的晶片的名字 那我相信呢 這些都是希望 將我們遠古時候 人帶下來的這些神話 想像呢 放到今天 將我們未來科技 都希望 推向這個 那麼神奇般的發展 那今集呢 關於這個山海經 和這個十大神獸的故事呢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贊 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和大家說其他中國歷史吧 拜拜